我叫竹玉兰 是祖师电锈飞机传承人 从事这个刺绣行业已经三十多年了 都在做着民族文化手工刺绣的传承工作 自己也爱好 自己也喜欢 然后就同事了这个职业 同事之后就觉得说 为什么四大名秀做得那么好 那我们的颠秀为什么老是走不出去 后来我自己就拜师学艺 就出去学习四大名秀 回来之后 把我们的祖师颠秀的发扬官大 也是做得更好 现在我们在全国很有名的3D颠秀 因为我们云南 是民族大秀 很多的民族的征发 很多民族的这个特点 因为有了这个根基 所以就有了多层次 多征发 多色彩 穿造了这个3D颠秀的这个 比方说我们的秀的动物 他的眼睛 无论你站在任何一个角度 他都是跟着你走的 是灵动感会很好 现在我们的积极嘛 就是单面秀呢 是我们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那是比方说专事画呀 服饰啊等等的这些 然后在技术再进一步的话 就是双面秀 基本上是拿来做摆它呀这些 那么再进一步就双面 一样一色秀 那么就是两面完全不同的作品 这个是两个人四颗针同时来完成 实际上刺绣这个 你要说它真的小 就是一根针一根线 你要说它大吧 它可以绣世界万物嘛 包容性很强 你的位置从这个方向 向善顺着来 常常说起来简单 两个字做起来很难 一开头是自己的喜好 然后传承的人越来越多 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责任 然后说我的传承 学生嘛 你看我在各大宴秀的 有省外的省内的 对农村复理的这个磁绣传承 我们八个合作社 反正也有几千人 其他走出去打工很难的 就是我们把自己传承给他了 他在家里面 坐在家里面就可以有收益 既带了孩子又管了老人 多好呀 我也希望这个手艺能给更多的人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收集 然后也希望我的这些徒弟们 能够也同样坚信的这个传承之路 把这个自己永久地传承下去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